今天投资人应该要高档获利了结吗 还是开丁拉回是一个最佳买点呢 赶快连线请教资深分析师王赵丽 赵丽好 赵丽好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赵丽其实昨天的台北股市在开盘之后 就看到卖压出笼 导致收盘连续创历史新高的记录止步 那昨天的成交量也在往上放大到3387亿左右 早盘最高是有冲上18619点 而且外资还是有在买超 连续11天买超了台股1380.5亿 这是创下一年半来连续买超最长的记录 那昨天投信也连二买 融资则是连五增 可是贵买指数在高档却出现了日K连三K 而且贵买指数在昨天已经跌破了十日均线了 这是不是显示在台股一直攻高的过程当中 内资的策略却是偏保守逢高就卖呢 昨天在贵买市场卖压比较重的 有合金 世界先进 金材 长科 还有元泰 那你会怎么观察这个内资 有没有在牛年提前结账的味道呢 那资金会不会继续由大型的龙头股来撑盘 因为昨天是鸿海还有金融股撑盘 那中刚也只跌 现在国内大部分的头股大佬都认为 台股是一底高过一底 拉回就要顺势做多 你会怎么看呢 对 没错 我想这一波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指数的一个拉抬 其实上市的指数相对来讲蛮强的 那当然最主要是因为外资 连续11天买超了1380亿的一个水准 所以让一些大型股的部分 出现了股价翻扬的一个走势 你比如说最具代表性的 当然就是2330的一个台积电 它的股价在昨天还原全值 你把它还原全值 昨天股价是创下历史新高的一个水准 创新高之后出现拉回的一个走势 那昨天转强的就是2317的鸿海的部分 外资也是呈现比较买超的一个动作 那其实因为内资的部分 看到外资这样的买 然后都是买一些比较大型浓头的股的部分 所以那内资有可能就会进行 中小型股的一个解码的部分 所以内资确实是有提前结账 对 我觉得也不至于说 现在离过年还有一段时间 应该也不会这么快结账 只是说有的在投信的部分 因为去年年底的做账或结账已经过了 所以他们现在有一些投信的部分 当然它也持续卖超去年涨幅比较大的 你比如说像3030的资源 最近的投信就比较站在卖超的一个动作 另外的你比如说像3707的一个汉磊的部分 其实投信的部分 其实在去年大概12月 大概都是比较站在卖超的一个动作 也就是说投信针对有些的股票 它确实是在减码好 那上跪的部分来讲指数当然相对弱 因为上跪的就是中抢型股的一个代表 那你当投信这样减码 当然有一些内资的部分 当然它也出现了减码的动作 不过我个人觉得 其实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低七级的股票 也开始出现了所谓的一个上攻的一个走势 所以我觉得以目前来讲其实多方的格局它还是持续着 那当然大家担心美股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今天美股当然跌幅相对上来讲比较重 尤其是在费半的部分 那斯达克跟费半都跌了三个百分点以上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因为大家担心升息或缩表的部分会提前 那其实你看过去来讲 就是一两个月前的时候 其实大家那时候预期有可能六月就会升息 那现在预期有可能三月好 那不管在上市的时候预期六月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费半真的没什么跌 然后真的创新高的时候 其实费半是领先到穷创新高 就是说当大家担心说这些的问题的时候 升息啦 缩表等等 短线上确实对科技股的部分会有短线上的影响 可是真的要上来的时候 其实科技股表现不见得会输这些股票啦 因为创新高的还是这些嘛 就是未来的成长型的股票啊 它还是比较可以抗通膨的一个部分嘛 所以我觉得以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还是要折右布局 那指数的部分我个人觉得啦 多邦的所谓的一个防守线在18238 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不会失手啦 因为以目前来看美股的一个盘后电子盘也是涨 那其实目前来讲的话 我想指数的部分应该还是会呈现 比较震荡走高的态势啦 那虽然开盘会跌盘中或许还有一点低点 不过我觉得尾盘来讲的话 应该跌幅会出现收敛的一个现象的 好 所以今天有没有机会出现开低走高的盘势呢 指标当然还是要看护国神山全职王台积电了 张力你会怎么看台积电在短高的这个黑K呢 因为这个昨天早盘攻上了669块的历史次高 次高之后很快就往下翻黑了 那我们从K线刚才看到下方还有一个缺口没有补 这个缺口今天会进一步的往下来快速做回补吗 其实在昨天翻黑的过程当中 外资并没有很明显在调节 因为外资是连续三天都在买台积电 这三天就砸了快要有430亿了 买了6.7万张 那投信也跟着连五脉 那昨天盘中还有一笔台积电的巨额交易 直接挂涨停价721块 也成交了22张 显示出台积电在这个短高震荡的时候 还有人想要再加码 那其实台积电的历史高是在去年1月份的679块 所以就有很多股民在问咯 去年如果套在这个历史高档区 679块附近的这些大学长 元月份到底有没有机会解套呢 对 其实你把它还原圈值 其实昨天已经攻过去了 就是它的新高 还原圈值的新高是在668 那昨天最高69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当然那个缺口我觉得不太会回补 低点的部分 它缺口在632 就前天那个缺口 对 就是缺口的下缘位置 最下缘的位置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还想不太会回补 那想要真的回补的话 其实你去 我觉得你去做多 其实胜算非常非常的大 对 就是以外资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他们还是在买 所以基本上来讲应该还是会上工 那只是说它有可能会回党修正之后 它有可能会呈现震仗走高的态度 它不太可能像之前这样 连续两天 就上去了 我觉得因为它的利多 大概慢慢的大家也知道了 所以筹码相对上来讲 会稍微比较凌乱一点点 好 那一些低基期的股票来讲 会开始补涨 所以我觉得当然成长型的股票也非常不错 那低基期的股票 你像鸿海 昨天像涨到鸿海啦 日月光头控等等这些 那当然鸿海有三引擎 瓶盖啦 电动车啦 元宇宙啦 那当然也有人上修 iPhone的一个销售量的一个部分等等 那另外的低基期的股票 也开始呈现上工的一个走势 昨天来看的话 比如说像miniLED啦 比如说像风车啦 等等这一些 好 那鸿海家族的部分来讲 当然引爆的 就是6414的一个化汉的部分 昨天股价出现了掌停板的走势 那也带动了像瑞奇店 那另外的 你比如说像4956的一个光红的一个部分来讲 似乎在昨天 也有稍微的一个拉抬的一个动作 另外的miniLED的部分来讲 我觉得其实你观察一下 大概几档股票 miniLED的部分 股价位置 我觉得最强应该是负财嘛 对 没错 负财 3714的负财的部分 因为你看它的一个 股价的一个部分来讲 其实它GU也整理了很久 那昨天来讲的话 其实三大阪站在买超的一个动作啦 那当然它的一个miniLED 它也要扩产 那另外的植物照明 侧用需求的一个转强等等 所以你看它的股票慢慢地走上来 我觉得这种股票大概也有机会啦 那另外一个 就是之前跟大家讲过 你比如说像6678的一个台表科的一个部分 那你看台表科 其实刚刚有提到 投信有些之前在去年底结财 可是你看投信的部分 针对台表科已经连续买超了五天 那外资最近这几天 也是站在买超的一个动作 那最主要是因为 其实台表科的部分来讲 它的营收12月份的营收是同期新高啦 那历史次高的一个水准 它也是miniLED 再加上电动车 扩大飞瓶阵营跟所谓电动车的一个市场 那12月份的营收准备下午公布 其实这样的数字不错 预估1月份也会相当的一个不错 那小摩小摩啦 估去年的EPS大概12块钱 12.0的 那预估今年EPS17.65 那目标价给它的195 其实你看台表科的股价真的也 整理非常非常久了 那外资投信在买超 我觉得这个搞不好是投信的 所谓的季底的 有机会第一季的季底的一个作战股的部分 另外的miniLED 当然也有鸿海家族 你比如说像4956的光宏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这种也是鸿海家族啦 那我想在miniLED假如可以持续的热络下去之下 我想4956的一个光宏的部分来讲 位置也相对上来讲蛮低的 那这些股票我觉得 也一并可以进行留意的一个动作的 好 非常谢谢赵丽在今天盘前的分析 感谢观看